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不可以在这个地方找第一桶金 如果我真的很努力要去想这件事 是应该可以的 但是暂时不是我的目标 我不想为钱做这件事 我比较希望做一些有价值的事 我的影片是有意义去带到一些东西给人 我本身是一个护士 为什么突然做了一个沙滑师 为什么突然放下这么任性 那个地方实在太舒服了 人工高 时间都稳定 我打算做到老了 这份工本身 到了一个位置 好像觉得自己想 我觉得我不想这么死板地生活 每一天上班下班下班下班 10年之后突然有一个人 和我一起放下我的东西 就去了一个很长的旅行 在中间遇到一个艺术 那个艺术一直都找不到资源发展 我上网去找的时候 发现沙滑好似 之后呢 那时已经是发疯了 过程在旅行的中间 已经不停在找一些相关的沙滑的东西 还没回来之前 已经去订阅了一张沙滑台 回来已经有一张沙滑台 给我开始了 那自己就不停 拿上手就自己试 不停试不同的方法去怎么做 最初它吸引我 是觉得很型的 只有两个字其实很型 那之后 后期那个心态其实很不同 因为到后期发现 原来这个艺术 是可以表达到很多不同形式的东西 做到很多不同故事上面 需要有回忆记录的东西 家里其实是 只是说我去旅行都很反对的了 那第一个反应是爸爸最大的 就是觉得女孩子人家 你不要搞那么多东西 就是这样定定做个护士 那我个人世了 那就挺好 他不会觉得你这条路有得发展 也都不觉得你眼前眼见有什么成绩 那变成了就一来都是很大反应 就是object 只是object 那但是都要走 我当时做护士的收入 我想大概五万至六万元人工一个月 那现在这样想 都挺多的 那当然它有它辛苦的地方 但是那个钱是真的都挺 令到我有一个好的quality of life 我转了做沙瓦师之后 我觉得我换回来的东西有点不同 当然可能有时候 未必有护士那么高人工 不够高人工的时候 我就想 其实我换回来的 因为我最少不用起床上班 其实我觉得每个行业 都有它可以找到钱的地方 欠缺你怎么去运用那样东西 去令到那样东西有价值 了 可能 到了 沙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